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片來講一下 加美濃光國麻辣餅乾的成長活動 活動的時間是從10月20禮拜三的晚上11點 就是現在已經開始了 接著是到10月28禮拜四的早上5點 10月28早上5點應該是維修啦 就改版了這樣子 活動內容這邊來看一下 升階的活動啊 最高的話我直接選五星的好了 我們的話是可以獲得魔法餅乾模具 就是20抽 經驗星星堂等級7300格 這90萬的經驗嘛 然後接下來那個配料碎片100格 霹靂電子彈這個是9抽 就是牛牛糖餅乾的部分 接著配合麻辣餅乾的成長活動啊 上調的部分禮包購買的次數 這個購買次數的話 像登塔之前禮包從一次變三次嘛 簡單來講就是像官方目前這幾次我們新的餅乾 都直接把那個上限的那個次數都在我們的那個活動尾聲的時候 他都會做一點上調 就是希望各位玩家可以 多課金讓那個低色發財 大概就是那個意思 好啦 然後接著的話這邊注意的是像他有講嗎 這是對應那個階級的獎勵喔 比方像如果我麻辣餅乾適合到五星的話 那我就是領五星的獎勵嘛 如果你是一星的玩家就是領一星的獎勵 一時類推 那我就直接講五星的 接著是洗購禮包特別回饋活動 那這個活動的話是一樣是從我們10月20的禮拜三晚上11點 然後接著這個不太一樣 是到我們10月27禮拜三的晚上11點喔 活動獎勵的話它是適用於所有的禮包 但是像我們單獨購買水晶或者是錢幣 還有免費禮包以及使用遊戲內的資源這個是除外的 比方像這樣子 假設如果你是直接單獨 從我們這邊購買了水晶或者是錢幣的話 這些都不算在我們的那個次數範圍內 然後接著像基本禮包這邊 我們這個免費禮包也不算 那所謂的算的是哪一種呢 比方像我們右邊的這種銀杖的禮包 然後或者是像我們一般的這種最基本的這種 競技場的禮包這個都算 然後接著還有一個也是算的 像通行證 王國通行證它本身其實這個也算是一個禮包的喔 這個要特別的注意 購買三次以上的話就是獲得6000水晶還有PDS 但這個是10抽 可以給玩家當作參考 以上的話就是這兩個小小的活動這樣跟大家說明一下 簡單的影片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MuFone我下部影片見 掰掰